難得是一個路開場 然後結果沒路到 心很累 網友問說 怎麼樣才可以聯絡得到我們呢 拜託喔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看完影片以後呢 下面影片的資訊卡打開呢 有一個想找車連結 你就要點擊進去 把影片的問卷填完 那我們就會最快的時間聯絡到你 那如果說你是想孤車的人呢 那一樣 下面的連結點開以後呢 填寫完表格 我們馬上就會輪囉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兩千公分車 我是阿君 今天算是我們的業務日常啦 今天要出發去台中 扶一台2019年的KICK 自行旗艦的版本 新車我記得是84萬最頂規的那個版本 它這個車的話 里程出跑大概5萬公里左右 現在充滿航天大概都落在 新車的半價左右 大概40多萬可以買到 我覺得算是CP值還算滿高的啦 因為這個是自行旗艦的版本 就比較高規的 像外觀都有一些運動化道件 還有環境啊 像摩門啊 恆溫這些 還有LED的頭燈 這些都是比較高規格的版本才有的 比較小小可惜的是 這台車子沒有現在大家比較喜歡的 就是智慧民族駕駛這個配備啦 就是比如說的ACC這個跟車的配備 但我覺得也不影響它CP值很高的一件事情 那這台車的話 我覺得也滿適合小隻家族啊 或是可能小家庭 它其實空間表現也還不錯 然後跟安全性的配備 像六安巡奇這些 該有的配備都有 因為這個車其實現在的維養成本啊 跟照顧起來 我覺得都不會花到太多錢啦 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大的通病 再加上現在其實這個車 他們原廠都有提供 六大氣孔八年的保館 是不限里程的 只要在原廠有繼續保養 然後有出他們原廠的保險 我記得就可以延長到八年的保館 那這台車的話其實是阿虹他姊姊的車啦 阿虹他姊姊是要換行車 其實原廠已經有幫他過了一個價格了 他是說希望看我們能不能夠 去現場把它稍微再看一下車子 有機會看能不能把它加一點點啦 然後友情價加一些些把它買回來 那聽說阿虹的姊姊也是滿漂亮的 那我們就出發去現場 希望這趟孤車有孤城的話 大家可以請我吃一頓好料理 好OK阿剛才車子都看完了 所以其實可能比較需要花錢的地方 就外觀的部分啦 他漆面上可能比較長期停在外面 因為可能太陽曬阿 雨下著這樣曬他其實有一點點泛狂啦 所以可能回去要做個小美容 那其實整體的表現我覺得都還會 因為板件都圓的 然後等級也對 顏色也對 然後里程數也不多啦 是 那不過就是價格的部分 看能不能就是稍微討論一下 因為你原廠也有估過價了嘛對不對 對 他們跟你大概怎麼報 他是32 但是我有去外面車行也有 也有去給人家出貨看看 他那時候一開始的時候都會這樣 33萬5千塊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阿那可不可以35 對 他說最多就是34 對其實應該就跟我們一開始 我原本想要來跟你收購的價格 其實落差不會到太大 因為這個車行情大概就在這邊啦 如果說你今天車子可能很漂亮 都不用花錢的話 我們看信心度買 我們搞不好有機會可以加一點 差一點點有沒有機會可以跟你買到 我覺得現在市場行情最基本配備它的 就差一個跟車而已 對對對 對啊安全性的部分也不錯啊 六安巡機什麼都有 只是你們是因為小朋友大還是 對小朋友大 要換大一點 要換車啦 X-REL 對 就是 浴龍迷 主要是因為它的內裝 我很喜歡它的內裝 那怎麼沒有考慮買他們的E-Power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新的科技 我對於它陀山綠的這一塊 我會有一點點疑慮在 或也不是追求純電的那一種 好啦那就是 看你價格的部分能不能 討論看看啦 但我們是不希望說來 還跟客人扣東扣西的啦 對就是 希望說兩邊都可以接受的價格 討論看看車子 你們老闆都不來 老闆來我覺得 你確定喔 我現在叫他來喔 我現在叫他來喔 叫你來 叫你來啊 有幾張吃飯可不可以 40萬 40萬賀成交這樣 他來的話 可能要30萬才可以成交 好我打個電話 我們來討論一下 喂兩兄妹 OK 那我們就 剛剛幫阿虹他姐姐已經看完這台 2019年的Kicks了齁 那已經收購完成了啦 那這個車子的話 其實就是外觀的部分 然後還有裡面的天篷啊 跟方向盤 可能回去要稍微再整理一下 這台車的話我們用比較高一點點的價格 去跟它回收啦 回去稍微再幫大家整理一下以後 然後再請兩千哥拍個開箱影片 介紹一下給大家齁 如果說你剛好家裡也有這個車型 剛好要賣的話 那麻煩聯絡我們齁 聯絡我們 全台都OK啦好不好 北中南高橋都可以好不好 東部也OK啦好不好 那我們就趕緊先打電話給兩千哥 跟他回報一下 我們的收購狀況 阿鴻他姐的Kicks 那他姐漂亮嗎 好啦那你就買吧 那你就買吧 不然阿鴻那時候生氣 他小心眼的人 是不是 好啦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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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幹怎麼車來啦 吃這台嗎 吃這台 我電話才剛掛欸 玉君才剛報完車的車已經到了 對啊馬上就到了 馬上就到了 時間過得這麼快喔 預判了你的預判 預判了 預判了嗎 那我們要出發了嗎 試車 一手女用車 一手女用的 OK吧 香嗎 有我的味道 Kicks應該拍過800次 你應該不需要再介紹了 Kicks我們要多介紹就很好賣了 就是我們在這個孤車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都會做一些 車子的淨品的分析 那同行Yaris Cross 最近算是最便宜的跨界修旅了吧 欸真的欸他最寒降價 降價嘛 然後定價變成最便宜入門 好像69萬就買到了 對不到70萬 如果按照慣例 Toyota可能還有一點空間 因為整個小車市場來看 全部都變成說 如果Yaris Cross是跨界 那大家可能會感覺好像 是不是更理想一點 因為它不大台 而且它有跟車欸 對它有ACC 那相比之下 那我們這個自行旗艦版 就變得有一點 智能不是那麼足夠 那你覺得如果是這樣來看 你有沒有什麼台階 來幫它嚇一下 就是價位嘛我覺得 對 價位便宜車三重 對啊便宜就是自白幣 現在Kicks的價位其實 我們都已經賣到 大概都40幾萬的價位 對40多萬的價格 對啊所以基本上 其實我覺得以這種CUV來說 到這個價位還是算蠻香的 還有一個原因 其實大家會覺得說 差20萬 我不如買新車 可是你別忘了 如果你以Yaris Cross的新車 就是一個70萬左右 因為你要辦到好吧 貼個二子啊幹嘛幹嘛 有的沒有的 大概在70萬左右 那如果以70萬這個價格來看 能夠便宜下來 大概20多萬到30萬之間 其實對這樣的價位的消費者來說 它是一個蠻大的價差 對就對他們來說 他們其實就是差這20幾萬 真的末期少年窮嘛 對不對有時候就是差那麼兩 二三十萬的事情 真的有時候就是差二三十萬 但你不要講二三十萬 那可以多做很多事 因為大家的預算 可能就剛好卡在這邊 對如果我今天撇除 這個Yaris Cross的新車不滿 我轉網買像2000這台優質 以及阿虹他姐頂呱呱的 一手女用Kicks 省下了20萬的預算 再買一支Omega 是不是非常的值得 可以買到勞力士定價嗎 勞力士定價要排到乘車報廢 反正就是省了20幾萬放在口袋裡 放口袋裡 第一個呢你也不用擔心 當然維養的費用 大家有時候會有點緊張 那我想請問這台會不會有維養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這台如果有問題 應該就找阿虹就好 我覺得維養其實以你上來說 這個車應該照顧起來 跟TOYOTA差不多 應該說 Nissan其實有一個優勢 就是六年的延長 對六年的延長保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在買這個車的時候 我們也會特別去確認一下 他有沒有一直都在原廠去保 這個所謂的強制顯以及保養 還有任意顯 任意顯 強制還有一個任意顯 那他才會有這個延長的保固 那所以其實Kicks 我們賣的相當不錯 一部分原因就是 有搭配這個延長保固 那再加上2000自己本身的保固 也非常全面啦 加上我覺得這台有一個優勢 就是他也蠻省油的 你不要看他這樣喔 其實他的空間比Yaris Cross大不少 對 然後呢 他的油耗表現呢 也相當的理想 那為什麼我們一直要強調他是女用車 你覺得女用車真的有比較好嗎 以前剛進入這一行的時候 常常就是會把女用車關在嘴邊 我就說一手女用車嘛 對 那時候好像就覺得是一個賣點 以前的前輩就是女的告訴我 靠北前輩就是我 重簡單 ok 就是說要一手女用車 左手還是右手 一手就是他都是沒有過過戶的 沒有過戶啦 一手車 但我覺得漸漸的到現在來說 我覺得這個一手女用車 好像變成一個貶義詞 大家在網路上在酸 就是說只要用PO賣車就說 一手女用車呵呵 中古上 有時候他們自己太愛用這個去宣傳 對 他Over了 Over了 所以大家好像覺得有一點像是 暴力過劍這種用詞 對 他只是形式上的廣告用詞 但並不代表實質的意義 對 沒有錯 因為你也很難判斷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女用 對 因為後來我們經驗下來 其實女用車 我覺得對某些客人來說 他可能沒什麼在意 甚至對他來說不是加分 為什麼 為什麼 這部分我覺得交給你來說 我 對 女用車的部分 女用的部分我特別了解 女用車代表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代表說 女生使用 那大家對於女生來說 可能會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譬如說有些房東 就特別喜歡租給女生 那時候他們就會認為說 女學生比較乾淨 比較單純 比較單純 所以其實女用車對很多人來說 保養可能會比較單純 他覺得因為女生不懂車 可能他都會以原廠保養為優先 所以這個是女用車的優勢 然後第二個就是呢 他可能開不快 因為他可能順順開而已 那所以他們就會認知上說 因為這台車沒有二超過 對 沒有激烈超駕 沒有激烈超駕 所以他的車況呢 一定會比較理想 所以車商都很喜歡用女用車 那其實以前我們真的會把 女生用這件事情確認過 譬如說像這次我們的影片 很明顯的 我們這次掛女用車應該沒毛病吧 這絕對沒毛病 那我們要不要講一下 女用車的缺點 缺點嗎 我們來破除一些迷思 你在沽車的時候 如果是女用車的話 你會特別注意什麼地方 其實女用車我反而會蠻注意的 注意車主是嗎 一般來說他們都會有一些保養品 內裝的這個破損 或是說這種化妝品的物質是真的蠻多 對 還有這個就是防曬乳 會容易沾到內裝 所以會特別留意 還有就是說 因為車子常常會放很多雜物 不過有時候打開駕駛座門下到 好多鞋子 那非常的危險 建議大家是不要 因為他們有時候開車都脫鞋子開 或是有準備一張脫鞋子 脫鞋在那邊 他換鞋子以後 他就把那個鞋順手 就放在他的駕駛座的位置 我覺得蠻危險的 所以他們車上可能會放比較多雜物 應該說他們內裝東西可能比較多 所以有時候他們其實給人家美容 可能就只有洗這個外觀 內裝就說那先不要弄 那有時候可能怕底下找到玩具 這個就是大家講的一些 女用車的一些 稍微比較有可能的缺點 那當然還有可能就是說 用車習慣 像我之前每次都說 我們有時候買到一些姐姐們的車呢 那有時候他們在開車的部分來講 可能會比較沒有那麼留意 所以呢外觀的擦傷可能會比較多 可能就是說 那個我這開這個車的時候呢 都被那個摩托碰一下 碰一下 這樣轉大聲 也不知道到底是誰的不對啦 但是有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特別留意就是 有沒有可能造成引擎板件啊 比較容易有一些破損 像現在燈殼都做得比較外凸 我就會特別留意 這個燈殼的角落 或者是後視鏡 像這個後視鏡的燈有外凸 可能停車的時候會特別不小心 它可能會刮到 那男生也會啦 真的男生也會 大家就不要讚男女了 那接下來我之前其實 拍過代步車影片 有跟大家分享過 右後輪弧 加右後門 算是女生 女用車 插狀的熱點 它就會說 那個門太靠近我了 那個柱子插到我的車太近 害我撞到 這有時候常常我們在注意 你看有沒有 有沒有刮傷 好像有一點點 欸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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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很好 代表阿虹姐姐技術是相當的不錯 代表可能不是她第一台車 那有時候其實我們一去現場 孤車的時候有沒有 我第一件事情我不是看車 我先看它的車位長怎麼樣 車位長怎麼樣 就可以決定它的車 有沒有可能造成一些地方的刮傷 因為有時候柱子如果在右邊 它這邊就會容易受傷 後面如果有花台 它的後箱蓋就容易撞到 所以呢就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大家都以為孤車 我們就只是看車子本身撞到 深層八字都看完了 我們全部整個環境 基本上命理的指圍斗數有沒有 八字命盤全盒 只是它不會通靈而已 哈哈 應該叫我去 那個計程車那一級我覺得我有把握 哈哈哈哈 跑多 我一看到跑六十萬以上 後面的話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看 打開來有沒有東西太多 我們也沒辦法 有上這麼多的 很多阿 沒辦法好好看阿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呢 大概都是我們比較常見的樂區 那接下來其實你說 女用車真的有沒有比較好 我坦白說也沒有特別大的缺點 優點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在現在來看 可能保養習慣來看 有些女生可能會 其實確實是蠻聽話 但其實也蠻多的女生 現在她在用車的習慣上 她在車速的控制上 也不像我們刻板印象 開很慢阿 或是說三寶阿 這樣其實也是蠻多 女生呢她的駕駛技術是非常理想 大家對於這個介紹車子 對於車子的一個認知上面來看 也慢慢改變了這樣的刻板印象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對於這個 女用車也不要就是覺得 好像都是我們車廂的話術 其實有時候 它真的是女用的時候 那我們也必須強調一下嘛 就希望大家對這個車留下好的印象 不管是男用女用 乾乾淨淨 用車習慣非常理想 就是一台可以入手的好車阿 不知道大家的看法 跟我是不是相同 如果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做一些理性的討論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阿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或是分享 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中古車資訊 歡迎上Facebook 搜尋2000中古車 2000好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所以你們去收車的時候 看到車上下來什麼年紀的女生 你們會比較擔心 如果說是年紀大的阿姨 通常一剛開始都會說 我的車真的很好 先給你打針 後面談價錢的時候 我說 大姐這樣子大概應該是30萬 那我靠你的事情 那我不如把它報廢 我看老實怎麼價錢出這麼離譜 對 最後就好啦好啦好啦 這樣一句話啦 40萬 蛤 小貓 你有債 對 很少 很少 可惡